雅士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反對行政會議在去年11月 審議發出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過程中 駁回雅士的反對情請 雅士認為行會的做法不合理 因為行會認為現時廣管局只建議蒸發牌照 未有正式決定 於是就說雅士無權提出上訴 雅士就認為廣管局的建議 很大機會獲得行會通過 雅士的入品狀況已經計劃投資23億 如果增加三個免費電視台 就會削弱雅士的競爭力 香港昏頻電視記者何榮生